一副主委洪真林带着有色眼镜处理中天新闻 现在在配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大报 他担任台大教职期间 升等舞弊 什么洪真林要请你 洪真林跟你有仇啊 因为他上次 因为他上次升等的时候舞弊啊 你刚才有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你觉得洪真林是报四仇 因为他舞弊啊 这当然是真的嘛 这个事情我也就不用讲细节了 那时候我刚好是教评会主委嘛 那后来被人 他们被人实施纠局 这事情如果在企业节 或者在政坛 早就变成刑事案件了 彭文正执政历历痛批 正因2014年洪真林是台大新闻所所长 想从副教授申教授 却动用职权没改选教评会 让曾任教评会主席的彭文正检举 洪真林不满向教育部提出夙愿 最终败诉未如愿深等 新闻专业自主的严重的伤害 自身争议再加上过去参与反媒体垄断 拜会民进党团等等行为 展现鲜明立场 蓝营立委早就很感冒 在民进党送出NCC独立代表名单的时候 本来洪真林我们就对他相当有意见 他已经是反望中的立场 过去他已经是有颜色 特别是已经失去新闻 媒体的公平跟独立性 正因人物带着明显色彩 洪真林却稳坐独立机关要职 如今用公权力开发媒体 谁能幸福 借台北综合报道